凯达格兰基金会董事长高之鹏是主持六都民调记者会 在六都的宜居城市以及市民光荣感方面呢 这台中市都拿下第一名 至于这六都政治人物的好感度 高雄市长陈菊称霸 这第二名跟第三名分别是台南市长赖清德 以及台中市长林佳龙 进一步来信之后六都首长的满意度 这冠军仍然是陈菊 另外郑文灿则是击败赖清德名列第二名 2018年地方首长选举倒数一年半即将开打 各派有意角逐的人马早已开始布局 那我们都是在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坐轿或者不管是台轿 其实该承担的我们都不会去回避 也不会去逃避了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率先表态 要让台中市绿地变蓝天 相较于进主者虎视丹丹 现任县市首长施政成绩 也成为民众检视的指标 六都民众对政治人物的好感度排行 高雄市长陈菊以58.1%夺冠 其次是台南市长类清德 也有56.3% 第三名则是台中市长林家荣 50.5% 台北市长柯文哲排行第四 50.1% 郑文灿和朱立伦则是跌出5名内 西部探究六都民众对市长满意度的排行 第一名是高雄市长陈菊 75.4% 第二名是桃源市长郑文灿 74.1% 第三名赖清德 72.4% 第四名林家荣 55.6% 朱立伦和柯文哲 吊车位 比较需要努力的 我觉得是在台中市 就是市长呢 他有67.6%的好感度 可是他满意度只有55.6% 而跟去年比较起来 还落后 你说当这个 这个就非常值得说 台中市政府的团队一定要跟上 因为有那么好的市长的好感度 在背后做支撑 为什么他的满意度没有办法提升 向台中市长提出警讯 使整力道得再更加强 因为六都中民众心中 这家移居排行 第一名就是台中市 台北市和高雄市则排名第二和第三 其中有83.8%的台中市民 则是认为台中市是这家的移居城市 市民期待度高 当然要求也得跟着用放大镜来检视 会有新闻科黄铭李佳化TV报道